波线并行 男女通知 于事情时大复盘 内宇还是太平静了 所以张雨琪带着她的炸弹 走来了 9月10日 新一期脱口秀开播 张雨琪作为嘉宾开始 鬼滅性爆料 从我有一个朋友开始 大爆特爆朋友出过的劈腿弟弟 信息量惊人 我这个朋友是个山东人 人家出过一弟弟 出的时候可甜蜜了 天天打电话写情诗 过年的时候 这弟弟从很远的地方 还跑了人家家里 去跟人家妈妈拜年 就有一天跟我说 发现这弟弟在外面 居然还有一大姐 你说这算什么人呢 恋爱时电话打不断 分手了你啥也不算 马背像劈腿人家 那是敢想敢干 这个人就得趁早让他滚蛋 最后还留了个 意味深长的停顿 不是 分手了吗 而且弟弟还有大姐 他那个朋友 不怕只是二姐 马背于世凶肌 这一排关键词 张雨琪最上说 跟大家不要对好入座 但他下节目 反手就关注了 巴于世蒙了的佛主 就差把于世身份证 给念出来了 张雨琪在节目上 怒斥劈腿弟弟 马背上劈腿 巧的是 于世这几天 才当上了 骑射运动中心副主任 这又不专业对口了吗 朋友们嘞 也没有辜负张雨琪的努力 来了一波 马背哥 绯闻瓜大洗礼 今天呢 就让我们细细吃了 于世和他的 哥哥姐姐们 张雨琪脱口秀 爆出大瓜后 于世早年榜一大哥 Disco雨也在线吃瓜 这就要从2012年说起了 这位哥呢 也用过小雨随心翻作浪的ID 看似是在开公司 实际啊 是个男人辣皮条 早年还叫于直的于世 就频繁的出现在了 他的社邀账号上 他经常呢 一边晒着于世的肌肉罩 一边爱特一些老板来参观 甚至爱特的人ID里 都在有男模的字样 这位于哥说话呢 也不睁睁眼眼 老板问他啥时候 能把于世送过去 他就说 随时等老板安排 还专门提到 这位老板专爱鱼花茶 他不仅平时爱特于世 说些恶心的话 还把于世的大蜀的照片 当作福利 放在社交平台 就连那张放出来 就会被屏蔽的酒店背后全裸照 也是这位于哥贡献的 于哥和于世的上下级关系 保持的还挺久 2013年 爱特于世配文 带着我的小鸭子 从天亮走到天黑 2014年 于世参加中国梦之声 被韩红选中签约时 我想签下你 你愿意吗 愿意 非常愿意 于哥还为于世 被叫做中国多敏俊名不平 韩红啊 你的眼光可真毒啊 到了2015年 于世的妈妈发文炫耀 于世住到人权家里去了 还在评论区 因不是一般人 能得到的待遇 特别骄傲 2016年 于世前往韩国当练习生 也不老实 和粉丝四连 出人家叫声诱惑 让人家晒性感照片 反正啊 聊的都是 哎 穿上 哪个事 当时 他还是NCT的预备艺呢 幸好被中韩粉丝联合抵制 后来呢 被SM公司退货了 即使回国后 于世呢 也没有安分到哪里去 风神让他一夜爆红 也让他的恋情 被扒了个底朝天 和二姐 张雨琪的恋爱瓜 也顺势被翻了出来 早在2022年 5月份 狗仔就拍到过 张雨琪的新恋情 他的新男友 为了服务好张雨琪 全场忙前忙后 行李箱 衣服 包包全成一手包办 24校好弟弟 接男友 这个新男友呢 由于太胡 当时还不配在网友那里 用姓名 张雨琪也出面进行了否认 只是朋友 这事呢 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 直到2023年 暑期风神大火 主角于世大受关注 大家这才发言过来 去年的张雨琪的朋友 不就是这位马贝哥吗 但很快啊 8月份 于世就被爆出现身电影院 他和一女子互动亲密 同回小区 疑似有了新恋情 与张雨琪已分手 而视频中的这位女子呢 我们就暂且称她为 大姐 总之 恋情疑云 子弹一直飞到了12月份 好家伙 于是直接凑齐一把炸弹牌 一周内连爆四个恋情蛙 时间线乱的人头皮发麻 一号嘉宾姐 陈芷希 总裁投资人 还是我的阿乐泰制片人 回头一个富婆 被爆狗仔拍到 柿子哥曾与其当街热吻 最后花钱保名声 但很快 一号嘉宾姐出来辟谣 否认了此事 没关系 还有其他嘉宾姐 同样一直被网传的富婆女友 美美 在12月份的时候 就发文说要出来捶人 一周后突然熄了火 捶没放 料还是爆了的 直接承认 跟于是谈过 甚至敬意梳理时间线 16年底开始 18年6月正式断联 风神训练营期间都还在一起 没做过对不起她的事 于是前女友 至此落实一名 除了美美 同一周被爆出来 跟于是有纠缠的 还有一名化妆师 曹迎新 这位姐一度担任过 大量一线影视剧的特效化妆总监 其中就包括风神 这姐呀 跟于是的故事就丰富多了 18年6月 跟美美断联的于是 被网友扒出 疑似7月就住进了曹姐的家 于是发布的拍照背景 疑似是曹姐的家 台语曹姐 撞同款 穿同款 网友还根据她的拍照背景墙 电话推测了一下 她跟化妆师的聚散时间线 曹姐还在风神里 给于是化过妆 发布动态里呢 也能捕捉到男主角的身影 曾经就有狗仔在台中上 爆料一位大陆男星 跟化妆师潜规则的故事 内容十分劲爆 这个男星可能就厉害了 他找的是 我们工作当中都会遇到的人 他找的是化妆师 他被化妆师潜规 我冲过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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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是不是两项情愿啊 那真的不是两项情愿啊 是台湾的吗 大陆的 大陆的 这个消息来自一个视频 这事情曾经被公开过 这个女化妆师 曾经在大腿 上面有一个男星 这个男星的半 就是一半的脸 露线出来 而且声音比对都是对的 这化妆师跟她讲说 你不是喜欢填我的脚趾吗 咱们同样 不对好入座哈 但是 节目上提到的 缩巧视频 马贝哥一斯 用半边脸积极参演过哦 哎哎哎 哎 哎哎喂 好吃吗 吃吃脚巴鸭子吗 啊 给你脚鸭子去 来 脚后根 去年绯闻传出去以后啊 简易纸很沉默 但如今张雨琪脱口秀一轰炸 眼看着 自己都排到三姐了 人在圈里呢 好歹也是要脸的 一是终于出来回应了 我们在一起 没劈过腿 不意思是呢 谈过 没乱来过 马贝哥又以女友坐实 看来大家呀 真的没冤枉年 但网友也顾不上了 因为大姐登场了 还记得前面提到的那个 跟于是同回小区的女子吗 据网友反复对比 女子疑似名叫华真 背景颇深 跟于是的交集十分密集 时间线上 甚至跟张雨琪出现大量重合 虽然是2023年8月被狗仔拍到 但于是疑似在2020年就认识了华真 从2022年5月被拍与张雨琪同行 被爆出7月就疑似 与华真同染黄毛 同游新疆 两人发布的动态 有许多细节都能对得上 我说鱼哥呀 内鱼时间管理大师 非你莫属啊 因为我还不到 30岁 我还没玩够呢 俩人不仅被扒出各种同款 甚至还在各种活动现场同框 打篮球现场 有他们 朋友入他的视频里 俩人有说有笑 以及还有俩人的各种同款 也陆续被扒 热心网友呢 就为于是和大姐 整理出过一份详细的恋爱图文 但不久后 大姐出面辟谣 还顺带夸了一嘴小鱼 令人震惊的是 虽然小鱼大瓜 一周四连爆 马贝哥 硬是不怎么知证啊 竟在热度退去 事实是 热度真就慢慢退散 没有为他造成更多影响 今年5月的我的阿勒泰播出后 他还小圈了一波粉 姐姐的事呢 没手尾 妹妹这边呀 就又给大家产瓜了 小花胡连心被爆 原来早在2022年年底 也就是于是恋爱瓜四见期间 胡连心的赖无图里 就一次出现过于是的声音 12月份 诗瓜网友忙不过来呀 没管 大姐嘴上披着谣 实际上可能一肚子气 曾经就说过 小鱼让他没有安全感 5月份就直接的朝胡连心开了一墙 放出他的果疗视频 视频的嘉宾 几经排除 也是直直的锁定到于是 粉丝都急着见一个报警了 但还是屁都不敢放一个 这件事最终受伤的 反而是胡连心 平向一夜崩塌 上升期的事业 直接受重创 新剧 少年白马最身风 宣传直接下桌 不带他玩 以前埋骨他的人 不少人都退骨了 所以说 小鱼 才是咱们内鱼的真 时间管理大师 还有哪辆公交巴士 何载人员 能有这么多呀 记得一见 三连